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的你们当中。 今天的信息是以色列国小却重要。 在世界上有很多小的国家,有些是非常重要的。 你可以想到新加坡。 我没有提到新加坡,因为我是从新加坡来的。 你是对的,那是不是我可以讲的。 你们可以想到台湾来跟中国大陆比。 如果你们把这两个国家来比的话,那台湾是非常重要。 你们想到香港也是非常重要的。 但你们想到以色列国的时候,是非常非常重要。 因为这个国家就是耶稣基督所诞生的国家。 这个国家是对整个世界都是有影响的。 。 这个追溯到创世纪以前的。 所以你可以看见,有一些国家是比其他的国家更重要。 。 如果你想到中国和印度人数,你可以想到中国和印度人数。 中国有1.3亿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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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亿。 那你们看到以色列国,是没有到600万的人。 但是比起中国和印度来,他们更加重要。 为什么呢? 因为对这国家发生什么事情,会影响整个世界。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罗马书第3章。 第1到第8节。 那我们第一次来看这个圣经。 我要讲的,我的话不是重要。 但是圣经里的话是非常重要的。 所以你看这里, 法罗马书在这里, 会那个柔泰人来辩护。 他就问一个问题。 他说成为犹太人有什么样子分别呢? 但是保罗达阿世说是非常重要的。 我们来看圣经。 第一节。 他在这里讲到,说犹太人有什么常数呢? 隔离有什么异数呢? 有些人说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犹太人。 因为他们怎样来处理他们的金钱。 因为犹太人是非常智慧处理他们的财务。 如果你们要交财务顾问, 你一定要去问一个犹太人。 他们会怎样把一块钱变成一百块钱。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。 但是有些人是可以做到的。 那我们不要想来回答这个。 那你们看保罗是怎么样回答的。 保罗是这样子的,在第二节章节。 他说在每一个地方凡事都有好处。 为什么他这样子讲? 他说成为犹太人是非常重要的。 他是这样子的回答。 第一个答案是, 因为他们是得到了神的圣言。 圣经在你们手里, 圣经在我的手里, 是从犹太人里面拿过来的。 你们看新约和旧约。 我虽然讲到新约的时候, 在旧约的时候没有问题。 但是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, 在整本圣经在整本圣经里面, 除了两本书以外, 除了路加和使徒行传, 每一本书卷都是犹太人所写的。 所以他说凡事都是有好处的, 因为他们是有圣言, 神的圣言招惑了他们。 为什么神选择犹太人来把他的圣言来教读他们呢? 我有答案吗? 我有答案吗? 我没有答案。 因为神是有专权的。 神有主权的, 他把这个权交给了犹太人。 这个就是他的主权。 神主是有每一个权利去做他有什么意思。 那感谢神有犹太人, 他们有神的话语来给我们。 在第三节, 那想到说有些人他们没有这个信心呢? 不是每一个犹太人都相信神。 如果我会告诉你们, 有些人可能会很惊讶, 听到有很多犹太人, 有很多犹太人有很多犹太人。 有很多犹太人根本都不相信神。 这是事实。 所以很感谢你, 你们如果有相信耶稣基督的话, 你们就得到这个恩典。 我们很多人, 很多人的背景都是佛教或是道教的。 我们拜偶像。 我们烧钱烧香。 感谢神,感谢神。 今天,我们今天是敬拜佛的神。 耶稣基督。 所以你们来敬拜神是因为你要去一个好的大学吗? 不是的, 是神的恩典。 你们可以来接受耶稣基督。 来承认祂是你的救主。 是真实的吗? 你不是一个回教主, 也不是道教的, 或是宏教的。 你和我都是基督。 都是神的恩典。 所以感谢神我们有这机会, 来到教会来敬拜祂。 那我们继续。 我们就讲到很多犹太人都根本不相信有神。 很多中国人也不相信有神。 很多人也不相信有神。 很多人也不相信有神。 你们知道在印度人有拜多少的神吗? 他们相信有一千以上的神。 感谢神。 感谢神。 感谢神, 你们每一次记得你们是基督徒的时候, 都要感谢神。 因为这是神的恩典。 这样子讲,神是有专属权的。 无论能做什么事情, 神是不断的, 而且祂是一定这样子的。 祂是有不改变的。 因为祂是永传的。 因为祂是永不改变的。 虽然这些犹太人是不相信, 但是神还是信实的。 感谢神,祂是你的神,也是我的神。 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在第三节的时候问一个问题。 所以我们的神是不是都可以信祂。 在亚哥这个翻译。 我是从那个圣经里面学习。 我比较喜欢在第四节这个版本里面讲到翻译出来的。 我以为我这个NIV这个国际本里面翻译的话, 全都不是。 在这个另外一个版本里面说是断不可能。 就是很美的翻译,英文的翻译是断不不能。 这个人家翻译的不漂亮是在希腊文里面。 我不会翻译希腊文,所以对不起。 他说神是真实的, 但是人是虚谎的。 在于李律萨说, 如果人都是虚谎的,那是神还是真实的。 在经上加者说, 就是你责被人的时候显为共义, 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神。 所以这样讲, 神的话语每一句都是正的。 所以我们可以信套神的话语,信套圣经。 我们也可以信套在神的公义里面。 祂的审判里面, 祂是有公义的和审判。 所以我们多奇妙地, 我知道我们的神是有公义证证证证证。 在人的层面, 你们有人的法官。 你们有地方官。 在拿撒郡和其他地方官。 在拿撒郡和其他地方官。 在高一点, 你会有州法官。 最高的法官是最高的, 是最高的法官。 有多少的法官呢? 有多少的法官呢? 有9个法官。 但是还是要以少数、多数的来决判。 所以我们看见人在审判的时候, 审判不是完全一百个百分之百的。 但是我们知道感谢神是有100%的公义的审判。 这是非常重要的。 因为很重要, 在我们的生命上, 你们常常会被误会。 有很多时候就看着那个律师。 如果你有钱, 你会找到最好的律师。 那律师可以讨论这样, 他可以做错的正确。 如果你有钱的话, 你可以找一个很好的律师。 然后他在法庭里面可以跟你辩认, 把你错的也可以变成对的。 但感谢神, 我们的神, 这个神说你是可以的, 你是对的, 你虽然是可能在法庭里面输了, 我会给你有公义。 我会给你有公义的。 在我的时间, 你可能在法庭里面, 非常不公平的。 你们有读到这样的犯法吗? 你们有看见有这样子的犯法吗? 我只是看见一个犯法。 一个人被冤枉了七年, 一人被冤枉了七年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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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来看圣经的第五节。 但如果我们的不义, 我们的不义, 我们的不义, 若显出神的义来, 我们可以怎么说呢? 因为他的神发入, 我们可以说他不义吗? 有时候他们读圣经的时候, 他们可能不能完全明白在圣经里面的意思。 你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个有那个, 有时候我们有坏脾气, 神的怒气。 第一, 因为他发入的时候, 也不是他坏脾气。 这个坏脾气是神的态度。 他对做错事和那个罪的坏脾, 这个就是坏脾气。 他说, 我是用人来做一个比译。 在第六节, 他说, 断服不能。 这个在翻译的话, 是断服不是的。 另外一句,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。 因为保罗这样子变得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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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说, 如果这个是这样子的情形的话, 就是说, 神如果不公平的话, 保罗说是不可能的。 如果他是不公平的话, 他怎么来审判这个事件呢? 就是说, 你跟我所敬拜的神, 是不可能是不公平的。 在第七节, 那时候有人很愧战的说, 那时候有人很愧战的说, 如果神续防发现出他的荣耀, 我现在跟你们讲的这些都是理论上来讲的。 所以理论上是要说, 这个是可以这样子发生的事情。 那可能我们知道是, 这个时候容易不会真的, 真的会发生。 那我们来回答神的真实性。 所以这些人, 他说, 他说, 越是我不义的话, 越想出神的义来。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, 这个是不可能的。 这个是一个假的, 因为神是真实的。 神是永远是公平的。 神是永远是公平的。 这个就是我们的学习。 这个就是说, 我们也是要真实的。 我们也要行公义、正义的事。 这个是神对我们基督徒的要求。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,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, 我们不可以这样子随着一面来杀谎。 那可能是半杀谎呢? 也是不可以的。 我们也要真实。 你们可能受到一个后果, 但是神会来解释。 神会来当你的床圣人的地面。 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的辩论。 我们再看圣诞7, 非常漂亮。 如果我的法律增加了神的诠释, 并且增加了祂的荣耀, 为何我仍然会侮辱他们? 他说, 若神是真实的, 因我的虚谎、月谎显出祂的荣耀, 为何我还要受审判呢? 你能看这个经节的事情, 是非常有意义的和非常美丽的。 因为这些人来说, 保罗一些事情, 保罗根本从来没有讲过。 在第8节,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, 为什么不说呢? 我们可以做恶, 以成害的,以成善的。 这是伪报我们的。 有很多流言在周围传道。 所以,有一些嫌疑是说, 保罗说我们可以行恶的事情。 你们有没有被人家冤枉过呢? 想说你说的一些话, 你从来真的没有讲过。 我相信你们也有, 我也有。 保罗也有。 有些人冤枉过, 他说了一些话, 他从来没有讲过。 所以他们说, 他们可以做恶, 但是呢, 就把这些伪报的人说成什么。 在第8节, 为什么呢? 为什么我们俗书是说, 这是伪报我们的人。 所以, 保罗变叫伪报。 有些很多人说话来抵挡他。 这是说伪报。 你有没有被人家伪报吗? 那是一个坏的事情。 如果你们再去抵挡他, 那是一个坏的事情。 那你们有没有去说别人的坏法呢? 你们有没有去毁挡他的人吗? 你有没有说一些话, 人家说人家根本没有做过的事情吗? 因为这个就是两面的。 所以我们不喜欢人家伪报我们, 但是我们也不要去抵挡他。 所以, 神希望我们是正义的, 是公正的。 因为这个审判是非常严重的。 你看在最后一节, 保罗家说的, 因为这个定罪是该当的。 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, 你就是会被定罪。 所以神给了我们, 跟这个世界上不同的标准。 你们可能住在这个世界上, 看见很多事情的发生。 所以他们对你说你毁挡的话, 或是很多做不平的事。 但有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应该要知道的, 是我们自己有我们的标准, 我们要荣耀神。 这是要真实的, 这是正义的标准。 因为我们都知情我们是基督徒, 这个是一笔所答案的。 我们活在神的标准里面。 因为我们的标准是耶稣基督。 我们的标准不是其他人。 因为我们的标准是耶稣基督里面。 耶稣基督怎么讲的? 我道路真理生命。 不是我道路真理生命。 不是我是道, 我90%多是真理, 是完全100%的。 我们来可以达到那个标准吗? 那可能我们不能够。 但是靠着神的恩典, 有时候我们不能够。 有时候我们可能不能够达到那个标准。 我们可能会杀一个坊来揭曬其他的坊。 但是神有一个可以医治的方法。 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, 圣经说, 那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罪。 祂是真实的。 是公义的。 祂会换出我们的罪。 祂会换出我们的罪。 使我们变成正义的、公义的。 有时候我遇到人。 有时候我遇到人。 来到我的面前。 对不起。 来伤害到你。 来伤害到你。 可能说了一些, 不是对你来讲, 不是真实的话。 那我的反应是, 他们不会知道。 但是,如果你来到我面前, 如果你来到我面前, 我会非常感动。 如果你来到我面前, 说给我, 讲到你做错的事情, 我会非常感动。 我也要求你, 尊敬我。 我也要求你,尊敬我。 我认为,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, 在基督徒在同一个社会。 这是非常重要的。 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基督徒的群众来承认。 第一,我们要对神来承认。 第一,我们要对神来承认。 你对那个人做错的事情。 如果你对那个人做错的事情, 你可能对那个人做了一点事情, 你可以跟那个人很安静地这样子讲。 做私下在自己做。 你不需要一样整个时间承认。 你不需要一样整个时间承认。 然后告诉每个人, 你不用这样做错的事情。 就私下跟那个人讲。 这是神给我们的单子。 。 如果是小的话, 我们就让它继续辨识。 你不需要把这个事情弄得非常之大, 合成你是多年多的一个人。 就是一个事情。 你不会把自己的章刮在外面。 如果是小的话, 如果是小的话, 做。 如果是私下的, 如果是这样子说的话, 神是知道的。 那个人会跟你解决。 因为在教会里面, 这个是很可以。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, 要神得的荣耀。 让神的灵得赞美。 因为圣经里面, 要这样子教导我们。 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走的话, 祂就会帮助我们。 感谢神。 让我们低头祷告。 我们感谢祢神, 祢祢。